哈囉 我是大力 今天終於又來跟大家分享我的痘痘藥們了 因為上次撿了一個香港的睡前保養 然後大王就跟我借痘痘藥 我那時候就問他說你是哪一種痘痘 就很多網友在下面留言說 大力好像很專業 有沒有可以推薦的痘痘藥 我就想說好啊來推薦啊 因為我對痘痘藥真的算是蠻了解的 我小時候就是從國中就是一個青春期嘛 臉都是爆滿痘痘的那一種 一直到現在痘痘是偶爾長一些成人痘 就是月經來才會長痘痘 但是戰鬥經驗也有十幾年了 中間我一直有看皮膚科 然後去找好用的痘痘藥 所以我有三款就是蠻推薦的痘痘藥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在分享之前呢 我想要先跟大家說 就是如果你是現在還在蠻臉長痘痘的人 或是你痘痘長不停 我還是建議你可以先咨詢專業的皮膚科醫生 不要亂擦這些成藥 因為你要從根本自起啊 如果你根沒有治好 然後一直長痘痘 然後再擦痘痘藥 長痘痘 擦痘痘藥 這樣就是擦個沒完沒了 我們就是當然還是希望先把根本做好 就是讓他不要一直長痘痘之後呢 沒有什麼基本問題 偶爾才長的時候 我們再拿這些痘痘藥擦來 急救會比較好 所以還是建議你 我們先去諮詢專業的皮膚科醫生喔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的皮膚科醫生 我的痘痘是有在永和的卸症狀看的 那時候好像是大學畢業之後 有一陣子也還蠻愛上痘痘的 然後我就因為在家裡附近 然後卸症狀很有名我就去了 我覺得他們的看痘痘還不錯 看完之後痘痘真的有少長了很多 所以現在如果有什麼皮膚狀況啊 我都是去看卸症狀醫師 你們可以Google看看 我會把資料放在下面 那除了皮膚科醫生之外呢 我也蠻推薦大家做臉的 這應該算是痘痘保養吧 其實我在國中的時候啊 那時候不是就是青春期暴痘嗎 我那時候我媽有帶我去做過一次臉 但是那次非常就是可怕 那我從此對做臉產生了陰霾 因為那時候就是痘痘長不停 然後他去幫我做臉 做完就是滿臉紅紅的之外 還會有痘疤 然後新的痘痘又一直重新在長 然後那幾個月就是慘不忍睹 從此之後就對做臉覺得很可怕 想說屁啦做完了比較好 更醜好不好 就不敢做臉 一直到大學畢業之後 認識了我現在的美容師 就是慧平再永和的髮壓美容 之後我才覺得做臉真的很棒 因為每做一次痘痘就會越來越少 膚況會越來越好 他會把你的粉刺都清乾淨 然後你就不太容易再生成更多的痘痘 然後臉也會光滑來光滑的 所以我現在很推薦就是做臉這個保養 但是一定要跟對師傅 因為做臉疾痘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我們都知道不要亂疾痘痘 所以當然要交給專業者幾 但是也要找到真的專業的美容師也不多 我是真的就是從大學畢業之後 就一直跟著慧平 所以我會把資訊也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去Google看看 因為以前都是大概兩個禮拜 現在就要去做臉一次 到現在皮膚越來越穩定 然後粉刺也少了 粉刺跟痘痘也跟當初比少了非常多 我現在幾乎兩到三個月 或是甚至更久才會去做臉一次 平常就在家裡做好基礎保養就行了 你就是用洗臉機啊 然後白泥啊 去角質的產品 就是讓粉刺自己代謝出來 我就覺得很棒了 那大概就是這樣 我接下來就來分享我的痘痘藥囉 最近愛用的痘痘藥有這三支 登登 中間這支大家應該蠻引手的 就是我之前寫文章也有推薦過 然後它 日本也蠻有名的痘痘藥 這支我記得日本買好像一兩百塊吧 那台灣代購可能會再貴個兩倍大概三三百多四百多 我每次就去日本的時候都會存好幾支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這支在網路上的評價也是 有點兩極有抱有扁 我覺得要用在對的痘痘上面 你會覺得它真的很好用 它好用的地方就是 它很溫和 不像一般的痘痘要這麼刺激 它擠出來是白色的 可是它 它擠出來是白色的 但它非常的水潤 好像乳液一樣 然後你就大範圍擦它或是後擦 你都不會覺得刺激 都不會脫皮 它就是溫和這一點非常的棒 有時候我都會 比如說額頭長的很多小痘痘 我就直接擦一整片這樣 都沒有關係 因為我算是蠻容易過敏的人 可是它都不會讓我過敏 而且如果你保濕 就是基礎保養做好 它不會讓你脫皮 它真的非常的溫和 它適合擦的痘痘 就是在於你剛擠完痘痘 大痘痘剛擠完 或是小粉刺白頭的那種 剛擠完之後 後擦它 要後擦它 我覺得後擦它很有效 隔天 好像沒有長過痘痘一樣 它消炎 應該穿消炎嗎 我覺得它消炎的功力很厲害 就是 因為你剛擠完很大的痘痘 不是還會有點腫腫的嗎 可是你擦它 擦 晚上擦 後擦 隔天就會平了 其他的痘痘藥都沒有給我這種感覺 就是擦完它馬上就平了 好像 然後小痘痘就好像你昨天沒有長痘痘一樣 我覺得非常的 還非常的棒的一點就是在這裡 但它對於抑制痘痘 我就覺得沒有這麼厲害 就是你已經長了很大的痘痘 你在擦它 它其實 我覺得 壓不下去那個痘痘 它的鎮壓的功力比較弱 但它就比較屬於 洗完痘痘擦的藥 還有預防痘痘擦的 就是你覺得這裡好像最近 會長一些小痘痘 你就擦一層 昨天通常都不太會長痘痘 它也是 算是預防型的痘痘藥 然後它擦完之後就會變透明的 所以我也很推薦你上網妝之後擦它 就不會被發現 那第二支呢 就是這支 這是謝鎮章 是謝鎮章開給我的 它叫做樂靜 但是謝鎮章開的只是小條的 後來我是去通話夜市 有個圓環 然後圓環進去之後 有一間很大的藥局 其實每次都很多人 我在那裡找到 就是它有賣大條的樂靜 這樣一條才30塊 可是我不確定就是 你們拿需不需要處方簽 你們可以去問看看 或是就去謝鎮章 它會有小條的 你可以先試試看這支適不適合 因為這支是對於抑制痘痘比較有效 就是你已經長了一個凸凸的痘痘 壓下去會有點痛痛的 但還沒有紅紅的喔 就是你覺得它好像要變成痘痘 壓下去有點痛痛的那種腫痘 擦它很有效 通常隔天就會平了 頂多擦個兩天 都可以把那個痘痘壓下來 它對於鎮壓痘痘的效果蠻厲害的 然後它就是一般痘痘藥的味道 如果常買痘痘藥應該會知道 是甚麼味道 它是透明的 然後也是算蠻水潤的 因為它是透明的 所以我也蠻推薦就是你妝後 如果你長痘痘 然後一定要上妝 然後你就妝後擦一點點 然後等它稍微有點乾了之後 就比較不明顯 之後你在出門 一整天你會覺得你的痘痘 反而沒有病嚴重之外 好像還有點消了 它的厲害的地方就是在這裡 它鎮壓痘痘了 算是很厲害 它算是我現在最常用的痘痘 因為通常都你覺得 欸怎麼好像長痘痘 你就趕快擦它 隔天就會消了 而且它才30塊 就是擦了就不會心痛 所以我也蠻推薦這支的 最後就是這支 是我最後最後比較 尾聲才發現它的 它也是我在日本藥妝店買的 然後 可是我忘記它大概是多少錢了 可是痘痘應該也差不多頂多兩三百塊吧 你們可以去查查看 因為它也沒有中文 我現在也不知道怎麼查它 我也忘記它叫什麼了 你們可以去看看 它的盒子外面 就跟它的配色一樣 我記得 我幾乎都是會臀痘都要的 然後呢 它 這支是 鎮壓痘痘的功力真的是超強 它對於你已經紅了 很腫了 很脹的那種痘痘 它都可以把它削下去 它真的很厲害 它大概你擦第一天 就會削一半 然後擦第二天再削一半 頂多擦到第三天就平了 它真的很厲害 對於那種紅腫的痘痘 非常有效 有時候也不是長鼻頭那種 小痘痘嗎 可是到後面不會腫很大 我很討厭長在鼻子上的痘痘 擦這兩支我都壓不下來 只有擦這支壓得下來 越早擦越有效 大概80%都可以壓下來 只是它有個缺點就是 因為它很刺激 所以如果你後擦 或是你連擦太多天 你的皮膚就會脫皮 甚至我會有點過敏 所以擦它的量一定就是 一點點就好 不能擦太多 它真的太刺激了 但它真的很有效 你就用棉花棒 沾一點點 沾在你的痘痘上方就好 不要擦大範圍的 你會過敏 然後那個地方都會脫皮 一定要做好保濕保養 可是它真的很有效 所以我大痘痘都是靠它 然後它的質地很奇妙喔 它擠出來是黃色的 但是它有點粉粉的 擦開你會覺得有點粉粉的 大概一分鐘之後 它就會乾掉了 然後它會呈現 龜裂的 蛋黃色 龜裂 就是 有點像粉 它會龜裂 因為它會乾掉 它會龜裂 所以這支完全不能在化完妝後使用 但是它非常適合睡前使用 因為它等它乾掉之後啊 你睡覺睡在整層上 摸摸摸摸它都不會掉 它就是乾在上面 所以這支我很喜歡睡前擦 因為擦其它這兩支 因為你不小心用手勾到就掰掰了 可是這支就擦不掉 它就是晚上睡覺你 隨便你睡開 滾在那個枕頭上 等它乾了之後它就是嫩不掉 你只能隔天早上或是用清水 才能把它洗掉 所以我很推薦就是睡前使用這一支 它現在我都會拿來鎮藥 我的大痘痘真的非常有效 最近我發現它對於內包的反思很有效喔 不是那種 當你長一片內包 我當然不推薦你擦 因為你會脫皮 而且整片內包 我會比較建議你找皮膚科醫師 就是有時候我髮技可能卸妝沒卸乾淨 會有凸凸的內包的粉刺 沒有白頭 可是它就在那邊一顆的那種 擦其它兩支都沒有效 但是我擦這支就有效 大概兩天它就會平了 這支真的鎮壓痘痘的功力非常強 相見恨晚 總歸一句來說 就是 預防痘痘 痘痘還沒長出來 你覺得它要長出來 然後擦它 然後這支就是 痘痘已經有點種種的 好像明天就要出現的痘痘 你就擦它 這支就是已經長痘痘了 你就擦它 可以壓下去 可以 壓下去 可以預防痘痘 大概三個時期吧 所以 我現在不同時期都擦不同的痘痘 這支 鎮壓痘痘最厲害 鎮壓痘痘中等 沒什麼能鎮壓痘痘 然後 非常溫和 中等溫和 很刺激 大概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自己 比較囉 看看 你比較想要的是哪一種痘痘藥 然後再選擇 你需要的痘痘藥 好對了 還想跟你們分享痘痘貼 這把是博露的 指甲有點顏色不一樣 嗯 就是在你擠完痘痘之後 然後你覺得沒有擠乾淨的時候 就會用痘痘貼 讓它 把髒東西吸出來 然後 如果你有濃啊 或是有白白綠綠的東西啊 就可以讓痘痘貼幫你吸出來 更天就會平坦很多 之後你再擦痘痘藥 然後我喜歡的痘痘貼有這兩款 一個是曼秀雷噸 一個是曼秀雷噸的 然後這個是 SREEN的 然後 它們兩個都 吸收力都還不錯 然後價格 價格也都差不多 那 我先說SREEN的好了 SREEN這款就是 它比較 比較厚 可是 它比較沒有這麼黏 但是也還是屬於很黏 痘痘貼都比較建議 就是你洗完臉之後就擦 不要上任何 保養品啊 金化液那些都不要 那它的黏貼力 我覺得這個 比較黏 這個就 這個比較不黏 但是也是還是很黏 那它比較厚 所以我覺得它吸收力比 曼秀雷噸的好一點 但它就是 貼起來比較明顯 那 這一款就是 比較黏 我是比較喜歡 就是 睡 睡覺的時候使用 因為 SREEN的有時候睡覺起來 它就不知道飄去何處了 但曼秀雷噸不會 它黏度還蠻高的 然後呢 它就比較薄一點點 比較適合你外出的時候貼 但也是很明顯的 因為它們都不屬於隱形的那種痘痘貼 也是還蠻明顯 然後也是有大有小 因為它的黏貼力比SREEN的好 好一點 然後 但吸收力就比SREEN的差一點 但這款我就比較推薦你們 出門的時候貼 它比較沒有出現那麼明顯 大概程序是這樣 先擠完痘痘 然後覺得擠乾淨了 就用 就用 就用這個擦 然後如果你覺得沒有擠乾淨 就貼痘痘貼 睡前貼痘痘貼 然後隔天可能就洗乾淨 再擦 擦到痘痘藥 每一個痘痘藥都有它的優缺點 然後 適合的痘痘 形態 擦 所以上次 大門問我說你是哪一種痘痘 他說是擠完的痘痘 我就說那你擦日本這一支 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再來留言給我好了 這就是我平常會用的三種痘痘藥 那就先這樣囉 有問題大家留言給我 然後 試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好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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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